开始吧 美国重量级拳王来中国耀武扬威 连续击败多名中国猛将 结果惨被少林寺巨人五秒包头数十拳 当场打到昏死擂台 好多观众朋友们 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美国的功夫熊猫 史丽文班克 在击败多名选手之后 现在的他可谓是狂妄至极 今天迎战他的就是少林寺巨人 阿斯哈提 这场比赛阿斯哈提的实力可谓是极强 让我们期待一下阿斯哈提的精彩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现在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 就是我们的阿斯哈提 这边蓝方选手黑色短裤 就是史丽文班克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 史丽文班克是要比咱们的阿斯哈提 身高高涨一些 所以说这场比赛阿斯哈提一定要小心 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阿斯哈提 在这一场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造成了一个无效的比赛 对刚刚我觉得阿斯哈提那个扫梯 扫在对方的这个小杜男 大杜男啊 至上没什么效果 对两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 抗击打的 这个防护太多了 在我们赛前的一天 撑中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只能是攻击最脆弱的部位 是 就是头部 这是一个中央吗 一个后手拳 当然是一个后手吧 后手攻击吗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咱们的阿斯哈提 最终也是没能起身啊 这场比赛可以说非常可惜 咱们的阿斯哈提是败给了这个史丽文班克 但是这种重量级的比赛 一拳KO对手是常有的这儿啊 那下一场比赛一定要更加的小心 那这场比赛结束没多久 我们的中国小伙 邹吴立涛来挑战这个史丽文班克 那我们看到邹吴立涛的这个身材 还是比较魁梧 而且长得也有一点像咱们的 中国功夫熊猫奥日格勒 那这场比赛让我们期待一下 邹吴立涛会有怎样的表现 好的 各位朋友们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这一场依旧是挑战这个史丽文班克 那现在场上红方决手 就是我们的邹吴立涛 那边主持史丽文Uncle 不进行 不进行 这不是 那是 这就是 是的 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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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kg 蟻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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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ing 想要帑 flux 你 SWOL 我想要帝 我们看到这一下之后 咱们的邹丽涛也是不行了 在这个史蒂文曼克中拳之下 加上这个体力的流失 咱们的邹丽涛是很遗憾 败给了这个史蒂文曼克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这个史蒂文曼克已经连赢了两场比赛 想必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心里也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恨不得自己冲上去爆打这个史蒂文曼克 但是千万不要着急 我们马上迎来了今天的复仇之战 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猛将叶祥 叶祥的实力真的是强到令人发指 因为他所有的奖项全部拿了一个变 所以说这场比赛让我们期待一下 叶祥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我们的叶祥 对面蓝方选手黑色短裤依旧是史蒂文曼克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史蒂文曼克是被爆打在擂台边上 无脸痛哭了 这场比赛咱们的叶祥打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为之前咱们的中国决手报仇血恨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咱们叶祥打得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那最后让我们恭喜叶祥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